黑衣富人突然小跑步 通过斑马线 没想到就在下一秒 转弯公车 丝毫没减速及时而来 这下不得了 直接将人撞到弹飞 巨大撞击 富人重摔在喷倒路上 痛到久久不能起身 事发就在台北车站附近 肇事驾驶自称 因为没注意路况而念火 这一谎声害富人 全身手脚擦挫伤 恐怖瞬间也出现在台南市区 绿灯七级车翻翻通过路口 突然间又有名男子 从右侧冲了出来 大力撞上路过骑士 骑士惨遭挤落摔车斗地 男子也摔个四脚朝天 接着甚至还掉到路中间 在高雄则有暴虫意外 街市棋牌下 机车误催油门冲出去 连撞两台机车 车上小孩惨衰站不稳 又够危险 再看一次小朋友下车 左手误抓手把狂催油门 撞碰机车还一度卡住 但女骑士却扶了车 开了一下就走人 被撞得苦楚气炸了 说骑出去闻到烧焦味 才发现车牌跟轮子 贴在一块有够倒霉 机车全擦伤 却找不到人陪 报警却说这是私人土地 只能自己提告 死亡车祸则是发生在榆林 女骑士高速行事 经过路口看到轿车时 反应不及 碰好大一声 辆车当场撞在一块 猛力撞击 女骑士当场弹飞 在倒卧路边 机车直接捧倒对象 汽车则是冲到一旁的农田 卡在水沟上 女骑士被送医时 以一次大量内出血 当场失去神秘迹象 最后送医宣告不治 开车起车 经过路口时 多点注意意外才不会 随时上门 请周嘉雯 多轩早报道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 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 传达最完整的资讯 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